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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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讲这个浪子的比喻 我们上次讲到说 小儿子其实表现了所有人的 或者是罪人的心态 就是我们对上帝有要求 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得到一些东西 甚至像德国的世人海内 很好的世人 但是也是很大的一个背逆者 他说上帝必须赦免我们 这是他的责任 这是我们应得的 这就是无赖 你犯罪了 还要求上帝一定要赦免你 谁说上帝一定要赦免 我们天使犯罪 上帝让他们堕落 最后丢在火壶里面 上帝没有一定要赦免我们 但是人有个态度 我不要上帝 但我要我该得的 各位你不要上帝 你该得只有地狱的火 没有其他的了 这个儿子他说 我把我该得的给我 但是我不要你 好了 人间我觉得这不是不合理 人间我们跟父母 跟很多东西都要分开的 这是真的 我们有我们该得的 但是我们对上帝 我们绝不能分开 人什么时候离开上帝 人就没有任何该得的东西 你离开了生命的源头 你得到的 该得的就是死亡 你离开了智慧的源头上帝 那么你该得到的 应得到的就是愚昧 你离开了爱的源头 就是上帝 你得到的就是冷漠仇恨 你离开了公义的源头 就是上帝 你得到的就是充满了不义 我们不能离开上帝 基督徒更不要离开 你离开 你一不信靠他 你一字大一不谦卑 你什么都没有 不过神的恩典很大 所以我们在离开他的时候 好像暂时觉得很爽 西方的被盗 从十八世纪开始显出那被盗 到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混乱 真是经过几个世纪 当然人还是不肯悔改 人总是把错误都堆到基督教身上 基督教是犯很多错误 但上帝不会犯错误的 好 这个小儿子 他觉得他应该得到东西 同时他应该离开他的父亲 父亲就给他了 知子莫若父 难道父亲不知道 小孩子拿到了钱 会出去花天酒地吗 他知道 可是跟我们在第三个比喻里面 一再强调的 就是人的自由 信仰必须建立在自由上面 前面两个人是不自由的 人是堕落到极处 需要完全上帝的拯救 这是对的 从上帝那里来讲 我们一点自由都没有 我们完全堕落 我们不能认识上帝 一切在他拯救 在他拣选 在他权柄之中 但从第三个比喻 讲到人的这一面 我们就有很大的责任 甚至我们有某种程度 罪恶中的自由 我们可以选择 那么现在 他的选择是 他要离开他父亲 把一切所有的都拿走了 父亲知道 他以后的结果会很糟糕 但是如果只有借着这些 只有借着你拿了一切 然后你去花天酒地 然后到床头精进 你才醒得过来 那so be it 那只好这样了 各位 我们希望我们不要到床头精进 才想到上帝是真实的 我们不要试过了999种方法 觉得都没有用 最后再来试试上帝 不要试过99999种 或者你一直推下去 不要试上帝以外的任何方法 试到我们焦头烂额 试了人类几千年 不知道还要试几千年 觉得都没有办法再回去 我们最聪明的是 一开始就听上帝的话 这是唯一的道路 这是唯一的真理 我就信 我就得到 这多好 我们将来在心情心地里 天天都是这样 我们每天都更加的信靠他 顺服他 我们就在里面得到 更多的自由 良善 恩典 还有工作的完成 将来是这样 其实现在如果我们就在 跟肉体对抗 跟魔鬼对抗 跟世界对抗 跟情欲对抗的时候 我们就随时走那个小路 选择那个窄门 走那个石架的路 不体贴肉体 那就有福了 可惜 我们常常不这样选择 但神到今天 是给我们这样的选择 因为神不会强迫我们 你选嘛 你要走就走 你要钱 给你钱 你要自由给你自由 你要理性给你理性 你要爱给你爱 都是独立上帝之外的 这些东西 你迟早会发现 那些会苦干的 你迟早会发现 那些不能做基础 现在西方哲学 很喜欢讲 anti-foundationalism 反基础主义 这个讲起来复杂 不过简单讲 我认为 就是当你不以上帝 为万事基础的时候 你用理性 用数学 用任何事做基础 都不是基础 都会空的 不过现在很多基督徒 也认为 反基础主义是对的 这是错误的 基础还是要的 但是上帝是我们的基础 在上帝 上帝的启示 上帝的权柄之下 那个基础就对的 其他不能做基础 好了 人如果一定要这样才知道 上帝也让你 你就去吧 好了 小儿子把他一切 所有的都收拾起来 往远方去 这我又觉得是 起码在宗教上 看起来是这样的 我们要有一切 只是不要有上帝 我要有自由 我要有信誉 我要有享受 我要有肉体的享受 我要有精神上的独立 我要有绝对的自由 我不要上帝 然后离上帝越远越好 然后任意放荡 浪费资产 起码我想 如果我们一定要从 这个十八世纪开始 这个人的启蒙主义 开始的那种 所堕落的开始 其实在之前也是有了 但我们如果 以这个为开始的话 或者以伊甸元为开始 那就很对了 我要像神一样 我要自由 我要照我的意思去做 I want to do it my way I did it my way 我要照自己的意思去做 我不要听上帝的话 甚至蛇的话都可以听 那从那时候开始堕落 任意放荡 浪费资产 你可以说在 四世纪的时候 人是这样 个人按自己的喜好去行 个人任意而行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对了 今天还有一点说 我们还需要某种制度 某种法 但是后现代已经说 结构主义已经说 我们都不需要了 但你结构一下 结构主义 它也需要有一些限制 这个德西达自己的作品 被人家批评的时候 他会说你误解了我 其实照他的哲学来讲 根本没有误解这回事 因为根本没有正解这回事 他们总是在自打嘴巴 人在任意放荡 浪费资财 然后耗尽了一切所有 你离开了上帝 你的资源一定会有限的 因为只有上帝是无限的 你离开了无限的上帝 你以为人可以任意的浪费 没有的 不仅物质上没有 精神没有 你会把理性耗尽 把爱耗尽 把自由耗尽 把权威耗尽 把right耗尽 把right耗尽 right可以说正确 right可以说是权利 这两个我觉得有密切关系的 你把这些通通都耗尽了 你如果不专心地信靠上帝 这些有一天都会耗尽 因为那些都是受灶物 然后又遇到那个地方 大糟饥荒就穷枯起来 我认为人迟早会碰到这一天的 人已经碰到这一天了 国家社会都碰到这一天 教会也会碰到这一天 四世纪的人也是碰到这一天 碰到这一天你能悔改最好 有人碰到这一天还不悔改 明天就要死了 今天吃喝吧 这个人呢 他还没悔改哦 各位人真的不到绝处 好像不太回到上帝那里 他穷苦起来 他去投靠那个地方一个人 他还不回到爸爸那里哦 各位你已经穷苦了 你已经辛苦了 你已经生活艰难了 赶快信耶稣 你不要说我再试试另外一个 他还去找别人 那个人打发到他到田里放猪 这个从背景来讲 他到的地方都是得罪上帝的地方 因为猪在以色列里是不洁净的 他去放猪表示他是走世界的道路 而且继续在走世界的道路 希望在放猪里面得到一点好处 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莢充饥也没有人给他 各位这个世界很残忍哦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上帝残忍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上帝是约伯记里的上帝 好像很残忍 很苛刻 很不合情不合理 哎呀我们的上帝一点都不残忍了 我们的上帝真的非常的慈爱 是我们自己残忍 是我们自己离开了他了 好了 你想要拿猪侧豆莢充饥没有人给你 真正残忍的是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把你一切所有的炸光了 什么都不会给你 你去看启示录那个兽那个龙 他对那个跟他行淫乱的那个女人 那个背道的教会会友善吗 各位不会的 魔鬼对你 你去背道 你去贴 你的热脸去贴这个世界冷屁股吧 你贴到最后 你人老竹黄根本没有人要你的 哎呀 这个 那个贴近世界的神医学院 走世界道路的新派自由主义 到最后都是没有人要的 没有人要你的 世界也不会要你的 当然了 世界会从背道的新的背道者里面继续抓住 好像福音派背道 就会继续有人去背道 被世界抓住 我们希望我们不要背道 因为这个世界对你不会友善的 好了 到你什么都没有了 没有人给它 哎呀 感谢上帝 这个人终于醒过来 因为有人道 有人是不见棺材不流泪 不道黄河心不死 有些人见了棺材还不流泪 道了黄河心还不死 道了癌症末其乐 只有基督徒来爱你 那时候还不信 还是有人 我们希望不要这样 我们希望真的是 你在吃猪排的时候就醒悟过来最好 他到猪刺豆家都没有的时候 他醒悟过来了 他终于醒悟过来 也就是说 只有父亲那里才有生命之道 当然了 我们用这些比喻的时候 都要想清楚 这是比喻 这是一个比喻 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回到父亲那里去 在现实生活里面 父亲不一定是好的 儿子能够独立是好的 我们能够自主也是好的 那么 但是在比喻里面 所要强调的那一点 可是在说 人不能autonomous 人不能想自主 人真的要有autonomy 要自主的话 康德的梦想要真的自主 只有在上帝做主的情形下 我们才能自主 自主其实一件好事 我们能够不像小孩子一样 什么都要依靠这 依靠那 什么都要问 我们不应该这样 我们是要有从 顺服上帝之下的那种自主 那种自由良善 但是绝对是上帝做主 绝对是上帝做主 好了 这个人先醒悟过来 他要回到父亲那里 我们会说 回到母妇也好 回到父亲也好 回到公司也好 回到国家也好 回到任何一个 有些人认为 我们基督教就是保守主义 我们要回到启蒙的时代 回到理性的时代 回到古典的 有一个哲学家Leo Strauss 我自己很喜欢他 但他还是错的 他认为我们要回到古典的希腊就对了 其他的现代这些都不对 我想现代的有错 后现代有错 古典希腊也有错 我们只有回到上帝那里 Leo Strauss没有完全回到上帝那里 那是不够的 那是不对的 虽然他已经非常接近了 但是你离上帝差一步跟差一万步 一样都是没有得救 我们要完全信到他才行 好他醒悟过来了 过了 醒悟过来就是一定要回到上帝那里 这里他要回到父亲那里 他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 口粮有余 我要到这里饿死吗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 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一个故宫吧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 好 这个人真的醒过来了 醒过来呢 当然还醒得不够完全 或者对他父亲认识还不完全 我们一个一个说 他醒了 他回去 他想到是 我在父亲那里 我爸那里 我去做工 我可以有东西吃 我不要在这里饿死 这个想法没有错 他想法没有错 父亲那里是有吃的 那么 但是呢 想法还不完全正确 就像很多人 对因性称义的道理 始终不是很明白 得救前不明白 得救中不明白 得救后也不太明白 有的人以为说 我得救是靠耶稣 我得胜要靠自己 我上天堂靠耶稣 天堂的房子大小 靠我自己努力 这都是错的 我们需要努力 我们需要上进 但是这都是靠着主 我们永远是凭着信心 我们永远是靠着耶稣基督 永远靠着圣灵 这个人想到说 他要回到父亲那里是错 是对的 亲爱的朋友 你愿意回到上帝那里 回到造你的天赋那里 这是对的 但是可能你对这个上帝认识还不够 因为你在世界太久了 因为这个世界太苛刻了 所以你也许也以为 这个上帝是很苛刻的 各位不要说 这个世界老板了 尤其我们中国人 我们的父母 是不是让我们觉得 父母也常常很苛刻 真的耶 我们说天下不是父母 这是吹牛乱往脸上贴金 天下的父母都是不是的 父母对儿女是不自私的吗 不是很自私吗 哎呦很疼老大 为什么他成绩好啊 很讨厌老二 为什么成绩不好 很疼老大 为什么他比较漂亮 很不喜欢老二 为什么因为他不漂亮啊 父母对儿女的爱也常常是功利啊 你光要光中要左我就喜欢你 你没有成就就认为你没出息 我们父母对子女的爱也是在自私的情形下 各位我很大胆讲 这个儒家很不喜欢听 但是我认为是这样 你儒家跟我辩论 我们诚实地说 我们不敢说辩论到 你一定承认我们的基督教 但是承认我们做父母很自私 我想你得承认这一点 祖国是我的母亲 祖国岂不也自私的 哪一个国家两国交战 不是说自己的理由批评别人的吗 哎呀 日本中国韩国美国都是一样 罗马帝国都是一样 这个世界是一个邪恶的 我们是自私的 但是上帝不是自私的 上帝是善良的源头 你如果说上帝自私那是正常的 因为他是一切的 一切良善的源头 我们需要完全的依靠他是对的 可是我们人对他看法是不对的 哎呀 很多基督也是觉得 我要多读一点圣经啊 我要多努力一点 上帝就多爱我一点 我多救几个人归主 上帝就多爱我一点 我多把成绩读好一点 上帝就多爱我一点 各位你不要这样想 上帝在你最烂的时候就爱你 你最烂的时候 他就把最好的给你 你最烂的时候 他就把他儿子给你 你最烂的时候 他就把圣灵给你 我们绝对不是做好了 得到上帝的恩典 刚好相反 我们是得到了上帝的恩典 我们就能行善 我们应当行善 应该多读书 应该多读经 应该好好的上帝 应该好好的爱主 应该好好传福 应该生活圣洁良善 这都对的 但是这都是上帝 给我们恩典 我们才做到 你一定要把次序做 弄对了 我们蒙了上帝 白白的恩典 我们就能够 活出良善来 我们就更得到恩典 我们就更活出良善 都是白白的恩典 请记得这一点 这个浪子不晓得 他觉得 我这么得罪上 得罪我父亲 我回去呢 做个故宫 洗心革命 从头来 把我当个故宫吧 我不配做你的儿子 我就做一点宫吧 你让我做故宫 你已经是恩典很大了 这个想法没错 可是不完全 各位 上帝从来不把我们当故宫 你的教会 可以把你当故宫 你的长子 可以把你当故宫 你的牧师 可以把你当故宫 对你有要求 有刁难 可能有合理的要求 但上帝从来不是 上帝有最高的要求 但是他用恩典 使你达到这个要求 恩典够用 恩典不降低标准 但是是用恩典 让我们达到那个标准 这个浪子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回去 父亲把他当儿子 他想到父亲 是用世界的父亲想 把我当一个故宫 你是不是也是这样想 很多的基督徒 很多在教会里服侍的 也是不是这样想 因为你主任牧师这样想 因为长子会主席这样想 因为弟兄姐妹这样想 因为你老公这样想 因为你老婆这样想 因为你儿女这样想 大家都想 你要表现好 我才对你好 上帝不是这样 上帝是知道 我们表现不好 他白白地对你好 但他对你好以后 你要表现好 因为那恩典 是会让我们好的 他以为他回去 父亲把他当个故宫 就不错了 事实上他有这样的信念 否则他不会回去 或者他实在活不下去 他非这样想不可 他就回去了 他也知道他得罪了天 得罪了他父亲 他知道他自己错了 他也知道他自己不配 这都对的 我们知道我们有罪 我们知道我们不配 我们知道自己不好 我们在上帝的光照中 国家民族个人 我们都大大亏钱上帝 这是对的 但这还不够 我们还不知道 上帝多么爱我们这个罪人 我们也还不知道 我们完全不能赎自己 一点的罪 我们一点都不能赎 各位 你省省吧 我昨天还碰到一个人 那个人跟我讲说 我要好 我现在还不能受洗 因为我觉得我受洗以后 就要做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就要好好读经祷告 我做不到的事我不能做 我如果真的是决定 我受洗 我以后要变成一个 好好的基督徒 每天读经祷告 每个礼拜 做礼拜十一奉献 那个时候我就会受洗 我说你省省吧 你一辈子也办不到的 各位你也省省吧 你如果觉得我要变得很好 才能成基督徒 你永远不能成基督徒 你永远不要受洗 我们要永远不是够好的 我们永远是因尽称义的 但是我们凭着上帝的恩典 我们是可以越来越好 那越来越好 也是神的恩典 没有什么叫我们称义的 都是神的恩典 都是我们的信心 但是如果你以为 你要变好一点 上帝才爱你 你真是神神吧 你还不知道你自己多烂 你还不知道你不能变好 我们永远是上帝 让我们使我们好 上帝称我们为一 这个浪子不知道他变不好 这个浪子不知道 是他父亲的爱 在他不好的时候就爱他 他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 感谢主 我们现在应该知道了 上帝爱罪恨 而且上帝的爱 让我们越来越良善 他回去了 他知道他得罪了天 他知道他得罪了父亲 他知道他不配 但他都不知道 他爸爸的爱有多大 他也不知道他不配有多大 他也不知道他得罪了上帝有多大 因此我们基督徒越信上帝 我们越觉得我们是罪人 我们越活得良善 我们越觉得自己不配 这不是假客气 这是真恩典 真的恩典会看到我们真是不好 包括我们得救以后 包括我们现在 真的恩典让我们觉得知道自己真是不配 没那么好 对我们也要配 神的恩典是我们配 所以我们把荣耀归给主 基督徒应该越来越善良 越来越有智慧 但是他真是越来越谦卑 因为他看到所有的好 是上帝白白加给他的 我百分之百说这样的话 而且百分之百还不够了 好了 我们看上帝的恩典 多好 他就跑去 他就起身往他父亲那里 相离还远 他父亲看见动了磁心 就跑去抱着他的颈像 连连与他亲嘴 对不起 是他父亲跑不是他跑 他自己有没有力气跑 我不知道 我们要描述一下这个场景 他往他父亲那里去 相离还远的时候 他父亲看见就动了磁心 父亲看到这样儿子会动磁心吗 各位你要知道 这个儿子床头精进 败家子 他不是带着博士学位回来的 他不是带着在美国开的公司 现在做董事长回来的 他不是光宗耀祖回来的 他是像抒情考不上 屡试不重回来 少少看不起他 大家都看不起他 那是真实的 各位包括亲情都是一样 父母也是自私的 对了 有些父母可以多爱一下 但是爱也是有个指望 希望他有一天的有出息 当这个浪子回来的时候 从人来看 不应该动了磁心的 动了怒心 你丢我的脸 你真是丢我的脸 你是个败家子 但是我们上帝看到我们的时候 在还没有最后审判之前 他看到我们的时候 他都是动了磁心 他看到那个长大麻疯的 他不是动了恶心 而是动了磁心 他看到那个被 路上被强盗打死 打得半死 他不是动了惧怕的心 他是动了磁心 他看到我们 他是动了磁心 他应该动怒心的 我们实在不配 我们实在得罪他 亲爱的朋友 归向上帝 你归向上帝 在主耶稣再来之前 你归向上帝 上帝总向你动了磁心 而且给你的恩典 不是只是收你做个故宫 让你可以糊口 他抱你 他连连地亲着你 这是三个比喻都同样的一个重点 我们说有不一样的地方 也有一样地方 一样的是他爱我们的爱 他看我们回来 他就连连地亲我们 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的儿子 他还没讲完 他还没有说把我当一个故宫吧 他还没有讲完 他的父亲就说了 你不是故宫 不要再讲了 他不是说不要再讲了 来人哪 干嘛 拿鞭子来给我打 他不是要打这儿子 他说来人哪 把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 把戒指给他戴上 把鞋穿在他脚上 这三个动作都是告诉这个儿子 你是我的儿子 你不是故宫 穿上袍子表示你是我儿子 戴上戒指表示你是我儿子 穿上鞋子表示你是我儿子 故宫没有鞋子 没有袍子 也没有戒指 这都是儿子才有的 当我们回到上帝面前 当我们因着上帝的恩典 感动我们回去的时候 我们就是他的儿子 当然我们还需要继续 把身上猪臭味洗干净 我们还需要养成习惯 做成一个好的儿子 不是一个败家的儿子 我们需要学习怎么样 管理主人的家业 父亲的家业 是的 需要的 但是我们只要回到神面前 在神永恒的拯救里面 我们已经是他的儿子 我们已经是他的儿子 我们呼叫阿爸父 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 人就害怕 我们所受的是儿子的心 呼叫阿爸父 圣灵于我们同政 我们是他的儿女 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 不管我们犯多大的罪 不管我们得罪上帝多少 我们回去 他叫我们为儿子 让我们也在上帝的恩典下 称他为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 这就要讲到下面另外一个浪子了 他非常欢喜快乐 天父很欢喜快乐 我们回去 整个三个比喻都讲到天父强烈地希望我们回去 信靠他 归向他 他就很快乐 那快乐比99个不用悔改的一人欢喜更大 这个比喻 我们说是浪子的比喻 在英文讲是 The parable of prodigal son 就是单数的 其实在这个比喻里 你真看到两个浪子 在家也有浪子 原来15章 路加福音15章 那些税吏和罪人是浪子 法利塞人和文士也是浪子 看起来税吏和罪人是下三滥 是社会的渣子 法利塞人是精英 是上流社会的人 如果你骄傲 如果你没有信靠上帝 你没有谦卑 你通通都是浪子 你通通都需要悔改 回到上帝那边 那我希望牧师 传道人 妓女 酒鬼 我们每个人天天在上帝面前说 我要回到你面前 我们都是浪子 上帝就接纳我们 就爱我们 不过那个哥哥的事情 我们还没讲完 我们要下次再讲 愿神的心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踏避将当地的就是我们 耶和华的言语比出耶路撒冷 耶和华的言语比出耶路撒冷 我和华的言语比出耶路撒冷 我和华的言语比出耶路撒冷